全球首场亚洲生计大会登场 总统蔡英文亲自剪彩 提到台湾的生计医疗将会是下一个兆元产业 同时也带来好消息 行政院补贴在加码通过纾困3.0追加预算案 这个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出口跟很多的产业的表现 这个整个产业的动能不要流失掉 要维持产业量能 纾困3.0编列2100亿元经费 经济部匡列1376亿元为各部会之冠 用于三倍券贸易服务产业制造业补贴等 卫福部374亿元用于疫苗研发防疫奖金等 其余还有交通部98亿元 劳动部47亿元 农委会191亿元 全数举债之印 但这已经是政府第二度追加预算 整体计算下来因应肺炎疫情防治 加上振兴经济 这半年来共编列4200亿特别预算 你不能够光用花大钱来展现你是一个会做事的政府 在8月份立法院审查这个预算的时候 即使你已经先展后奏了 我相信尤其是已经先展后奏的 一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纾困不是最好的方法 应该是要振兴 振兴经济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要提出振兴经济的亮点 而不只是纾困 政府花钱就产业 但有没有花在刀口上才是重点 从振兴三倍券到义放券农油券等 民众花得开心 但其实都是从纳税人口袋来的 纾困3.0 美其名是协助产业 事实上政府先开支票 钱早就洒出去 经费缺口再编列补回 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债势必得还 欢迎新闻林静廷 王长卢台北报道